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好,今天是我們的東京隨機冒險第10集 耶 終於來到第10集了 但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西府站看起來可能沒什麼景點啦 對,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抽籤的過程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4-6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2-3 千鳥丁 好,因為那個 門前中間我們去過了 所以這站我們就把1-4改成1-3 1 白草圓 然後我們這次的站目前抽到的就是千鳥丁西府根莖百草園 然後備用是新小平 請問一下為什麼跟上一集的開頭又是一樣的地方 原本出門太晚了 所以只能在這邊吃高雷市最好吃的麵包店 沒有亂講 高雷市最隨興的麵包店 然後西府站的特產就是起司麵包 我們的第一站從高原寺搭大概50分鐘的車來到會在府中市的西府 可以看得出來這一站其實就在東京的西邊 然後已經蠻邊邊的地方 甚至它比較靠近八王子 請問我們現在來到哪裡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 哇我連名字都有點記不得 叫什麼? 西府 對 那這邊呢我覺得應該是旅遊的非常不知名的地方 可能根本沒有來這邊旅遊這樣子 那說餐廳可能比較沒有 這邊這周邊沒什麼餐廳以外 那其實也沒什麼景點可以逛 所以我們就會先去看一下這個西府丘 這應該有個小山丘吧 應該可以看一點點景色 之後呢我們到這邊 這邊應該是有歷史的一個遺跡是個股分這樣子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這邊排名最高了 我給你猜看這邊排名最高是怎麼樣類型的景點呢 OK嗎? 對沒錯 就是我自己也蠻有興趣的 為什麼一家超市可以一千多個人評價 然後分數是4.0 那這就是我們的行程應該會在這邊結束這樣 之前大樹好評的一夜乾團購開二團囉 孩子千葉魚是想好吃各位又水嫩 上次沒跟到的人趕快加入購買連結請看影片資訊欄 這裡唯一一個有名的景點 熊野神社古墳 這應該是我看過蜘蛛網最多的一個車站 可能是要清一下 每車站一出來就有一個府中式指定文化財 玉月種 對看起來應該是挖到很多古蹟吧 所以這邊也是有歷史的喔 哇史上最小的山丘 走路10秒 20秒結束 那我們的隨機冒險已經拍了10集了 那對委員來說你覺得最大驚訝的車站是哪一站呢 我應該如果硬要用驚訝這兩個字的話 其實我應該是練馬區的那一站 就是我說是我目前拍過最討厭的一站 最像應該說交通狀況最像台灣的那一站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但是因為它的車子超多 然後開很快 然後我們還被逼車嘛 然後那個路段又很吵 整體來說那一站讓我印象最深刻 對但不是好的那種深刻 對負面的驚訝 對有點負面 那我的話是完全正面的驚訝 是五藏五日式 但是我們隨機冒險前幾集就抽到了 第一集的第一站 第一集的第一站 那時候我抽到的時候想說完蛋了 不知道什麼地方 應該超無聊 結果呢一下車發現 那邊真的是 我覺得 我自己私 應該說我自己私人也會去那邊玩 自己也會想去那邊走走看看這樣子 所以五藏五日式是我最驚訝的車站 來到我們的第一站 府中牙縣 這個牙縣附近有一個樹木MAP 但可能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可能看不太到什麼 太多樹 西域這邊好像目前看到的都是那種皮膚件比較多 對啊 可能這邊地價也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這邊里移 東京二三區有點距離了 哇就在這個很草的產業道路大馬路旁邊 五藏府中熊野神社古墳啦 真的不要隨便小看這一站喔 它雖然只是在踩到旁邊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國史基建 還有一個類似小小博物館一樣耶 那我剛剛真的是小看了府中 你看府中它的歷史 是從舊時期時代 大概三萬年級就開始 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股份 是大概在七世紀的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這個股份的形狀是上緣下方 然後這邊有說明不同的股份的各種 算是建造的形狀 而且不要小看了西埔這裡還有 電動出租的腳踏車喔 那參觀完博物館之後呢 我們趕快看看神社以及股份吧 熊野神社也蠻多的對不對 對啊對啊 喔這個熊野神社是 然後現在去看股份吧 好那它這個股份啊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只能從 就是只能遠觀啦 因為畢竟要保存 然後報導說剛剛那邊有一個 應該是復刻的股份的內部可以參觀 但可能要預約時間等等 這些股份在開挖的時候 好像其實裡面都會有一些重要的 藝術品啊等等的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還蠻妙的是 這個股份就在這 但其實在它旁邊大概十公尺就有一個 幼稚園 日本好像對就是 這種墳墓的比較不會有太大的 而且它畢竟股份應該算 比較更接近是歷史遺跡 應該比較不像是那種墳墓的感覺 對所以我們不是去掃墓 還蠻妙 請問西府這裡最知名的產業是什麼 腳踏車產業 Fun and Smile Cycle Olympic 這好像是 隨機冒險這幾次 我看到最大一家腳踏車點了 超巨大的 裡面感覺有數百台腳踏車 我們在應該十秒內 就要抵達這裡最屌的景點 OK 這家OK真的比我所有看過OK中 它應該是最大的 對 難怪它評價會那麼高 這是百貨公司的大小了吧 Shopping Mall的大小了吧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超市 有超過一千個評價 真的耶 超級巨大 超級巨大 我又到此結束了 也是油咧 蛤 蛤 蛤 我們下一站要去哪裡 哇 我真的忘記名字 呃百草原 對沒錯 白草原站 那我們第二站的白草原呢 是位在日野市 它距離剛剛的西埔其實蠻近的 坐車只要11分鐘左右 經過一個多摩川就到了 然後我們百草原的行程差的如何 百草原的話那就是去 金王百草原 既然是車站 反正這個車站叫百草原 那應該百草原還可以看一下吧 這個百草原車站一出來給你什麼感覺呢 有一種 中央線從吉祥寺再往下做實戰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種要說荒涼好像還不能說到荒涼 對 但你要說它繁華也算不上繁華 幸好不是晚上來這邊 否則應該真的什麼都沒 車站旁邊有一家超大的生鮮業務SPA 我們要去逛百草原了 我覺得很興奮嗎 還好 因為這邊的平價只有680個 所以應該不是什麼知名的人氣的景點 那不如去逛高那個OK Mart 對啊 評價還多過百草原400多個 結果百草原是一個超級遠的上坡地段 好累啊 我們終於到百草原入口了 我原本以為是像植物園一樣 但是發現好像比較像是傳統建築神社那種感覺 對 入場五百塊 我們有頭籤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來的季節應該是最錯誤的季節 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所以基本上是一片枯草 所以可以說是枯草原 但是呢 我相信這邊在春天的時候夏天的時候應該是百花齊放吧 我們的百草原一日有怎麼樣 15分鐘內就結束 我真的覺得我們來搓時間了 對啊 我們剛剛有數過我們大家看到的草類 植物種類大概只有一兩種而已 所以大家現在看得出來 我聽得到第一個我的聲音有彈 然後第二個我嘴唇有點發白 因為我感冒 我才剛感冒才剛好 所以WEN等一下可以同樣直接滾下去 然後剛剛就爬了一個這麼陡峭的坡 這裡唯一的亮點就是這邊 還有一點就是風景 對 可以看 就這樣 那我們繼續爬下去 說實在我們現在真的有點太累了 所以我們就在車站附近吃 蘑菇蘑菇白草原 我們也沒看它的評分成 反正就進去吃就對了 白草原就是要吃白草原汁湯 那這家餐廳就是賣一般 就是日本料店會賣的定食 就是烤雞定食 或是生薑牛肉燒定食等等 那我覺得家店雖然我們還沒吃到的東西 但是整體的感覺還不錯 就是沒有很糗很髒很臭的感覺 就是很輕鬆然後斷切開蠻強的 對 而且呢還有電視可以看日本廣告 耶 我點的是那個日本經典的薑燒豬肉定食 還有一碗灰蒸湯 YES 我點的是日本經典的定食 叫做トリカラゲ炸雞定食 也有一種黃灰蒸湯 還有一碗白飯 然後一樣的菜 好巧喔 沒有差別待遇 加點了那麼多東西 真好 這叫定食 定食的定義就是有很多小物 不然就要凍飯 是這樣子嗎 嗯 喔 其實很入味 嗯 好 就是 連鎖 連鎖餐廳的定食 但是還蠻好吃的 爬完白草園吃完白草園 某個某個食堂之後 去跟金 對 跟金的話應該就是今天最快樂的一站 輕輕鬆鬆 對 還有跟咪吼的回憶喔 對 第三站我們從白草園做大概一個小時 左右的車回到東京市區的跟金站 然後跟金就位在文京區 在東京都的北邊 我們現在來到跟金車站 但我們其實發現呢 也是有點尷尬 因為這附近裡 東大淺很近 然後旁邊又有千駝木 然後以及上野公園 這地方都很近 之前我們拍東大淺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拍過東大 以及也拍過跟金城市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選擇非常非常少 那我們現在就決定了 在這附近喝一杯咖啡 然後去那個 Obake開單 之後呢 我們擦邊球去一下 上野公園 然後結束跟金的行程 對 所以並不是說跟金很難玩 而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去過了 對 而且我們畫地自線 讓自己 因為這是個遊戲嘛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過 我們之前去過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加 Cafe U Let's go 我們來到跟金就可以感覺到已經回到都心了齁 對啊 這邊就有種回到家的感覺 整個房子的密集度 對 但是 我其實現在玩 玩了十集 我覺得 反倒是我比較喜歡 比較郊區的景點 因為 Either是超雷 不然就超有趣 然後這種城市中間的 尤其是我們很清楚這附近 周遭有什麼 然後車站又很多 其實要安排行程 反倒是更不容易 對啊 因為其實都心的站 除非真的有很特殊的景點 對 那不然的話 其實它就是有點偏 有點像住宅區吧 對 然後 站跟站又有點密集 很容易不小心就 去到別的站 對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要直接往上野公園的方向走 因為 看看那個歐巴卡 樓梯 看起來其實是蠻無聊的 然後現在已經 太陽快下山了嘛 現在是冬天 所以 我們就趕快去上野公園走一走吧 你會想要住在更津嗎 其實還不錯耶 我覺得離上野不遠 然後又算是幽靜 那我蠻喜歡更津神社 這邊附近我覺得 好多好吃的東西應該蠻多的 你呢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 現在會想要住在這種 有生活的機能 但是比較偏稍微幽靜一點的地方 對 但我相信大家都想要 所以這邊的房間還不便宜 應該不便宜 這附近有東大 然後走路可以到上野公園 對啊 兩百元 好我們就住 這棟大樓上面 前面那棟不高不低的 看起來像淘汰 那也不適合 不知道 感覺應該很貴 我們應該只能住得起這個 它垃圾桶 一個月17萬 哇 雖然剛剛那一區的更津 看起來還有一點下庭風味 但是 已經靠近上野這邊看到一些 啊 感覺不便宜的房子 上庭風味 上流風味 呵呵 我們大概走個十分鐘左右 我們就到上野公園 應該是布人池的這個地方吧 沒錯 哇 而且這邊就可以看到晴空塔了 對啊 還有阿帕Hotel 哈哈哈 OK 哇 更津的風景真好 真好 哈哈哈 還有那個青空塔 更津公園 哈哈哈 更津池 更津湖 更津神社 哈哈哈 更津飯店 對 更津塔 哈哈哈 更津塔 更津 哈哈哈 哈哈哈 今天這一整集的精華 就靠這一part了 開頭一定要放這個 對不對 因為 說實話我早上晚到現在 覺得好無聊 好難玩 哈哈哈 尤其是 百草原 超爛的 哈哈哈哈 我感冒然後 喉嚨很痛 然後 喘著鑰匙 然後爬那個 爛山 然後沒東西看一下好冷 湖海皆兵 累死了 所以今天最棒的 時間就是這邊啦 好 我們這一集 就到這邊 哈哈哈 等一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千鳥丁 對 可能也是很雷喔 完全不抱希望 重新回到文明的懷抱 對 最後一站呢 我們從根京坐一個小時的車到東京已經非常南部的位在大田區的千鳥丁 然後它其實已經快要脫離23區的這個邊界啦 欸這站超小的耶 真的 剛剛那個車廂好像只有四五輛 對 對 對 很短的 這是什麼 遲上線 對 喔 然後我們現在上完廁所 然後在茶的附近 嗯 有什麼 餐廳 然後景點的話 我想應該是 沒有景點 嗯 就帶大家在夜晚的 這個 靜密的千鳥丁站 悠哉的散步 結束今天的影片 這樣 嗯 我們剛剛算錯了 這個列車總共只有三輛車小 一 二 三 結束 超迷你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們在搭小火車 真的 這是東京喔 不要忘記 好啦 我們現在在的千鳥丁啊 我們這邊附近找啊 就是其實上次一個大站 所以那邊應該有蠻多可以逛的 然後我們又夾在就是很多不同車站的中間 所以 這周遭啊 可能半斤一兩百公尺 都沒有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邊當成今天的結尾去吃一家 還蠻有名的 呃 東カツ 就是炸豬派店叫燕樂 那他雖然他的本店是在 池上 但是千鳥丁也有一家他的粉店 然後吃完之後我們再到公園附近走走 結束今天的行程 我看這個車站出來其實有 Seven 餐廳 對 花店 然後另外那一頭有摩斯漢堡 對 然後也有居酒壺 看起來應該還算是有一點生活技能 不過我目前 嗯 沒有看到 像是很大的 變那個 Supermarket之類的 所以 有可能他們買東西要稍微 騎個腳踏車或什麼 嗯 不過車站出來這兩旁倒是 有一些餐廳 然後什麼乾洗店啊 店家還蠻多的 對啊 沒有到很荒涼 嗯 嗯 而且剛剛查也有一些 分數算蠻高的餐廳 嗯 我們晚餐就來吃 我們開始演了 大家現在聽到這個聲音啊 是我後面有一個阿公 他非常認真在切高麗菜絲 每一個高麗菜絲 都是他一刀一刀 辛苦切出來的 他已經切了三十六年左右 我看了有點 不知道是辛酸還是敬佩 這樣子 因為他看起來 年紀真的非常的大 感覺又九十歲了 呵呵呵 蠻多名人來這邊吃過 像我很喜歡看摔角 所以剛剛有看到一個 WWE的輕量級冠軍 也來這邊吃過 這家店蠻厲害的 我覺得炸的還不錯 它的肉質有縮起來 但是呢 我覺得有點可惜是有點太油 我覺得還有非常就是 有一定水準的炸豬排 它的腰內肉算蠻嫩的 然後也不會太油 不過我覺得它的皮啊 也是稍微有點 我覺得太濕了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脆 但是就是 總地來來說 我覺得是平均只上一點的 我們吃完了那個 風卡滋燕樂 對 然後我覺得 有一點 一般有點貴 嗯 我覺得 可能是這個地區 最好吃的 因為不停有人進來 而且來派對 有點可惜啊 有機會想吃吃看 它的本店 到底是不是 這麼好吃 那吃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到附近的 一個小小公園 稍微走走看看 就可以結束今天的 隨機冒險行程啦 對啊 因為千鳥丁晚上 如你所看到的 就 就這樣 這應該 也沒什麼好逛 又不是 又不是 所以大家想看 我們在黑暗中行走 那也不一定 我們最後 再來到一個 名字非常難念的公園 叫千鳥一塊塊 我們看能不能 在一分鐘之間 把這個公園完成 好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隨機冒險第十集 我以為今天會充滿精彩與刺激 結果呢 今天 今天確實是 我覺得好像算是 這十集裡面 非常平淡的一集 可以說是無聊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 也沒有很雷 也沒有很精彩 對 那 也沒有好吃的 也沒有不好吃的 就很中庸的一集 對 但是反而就覺得好像 沒什麼 對 我們 對啊吧 四站都這樣玩完了 但是每一站其實花的時間 那重點是 現在才 吃飽飯才快七點 對 居然就已經玩完了 這四站 真的 我們後來還在那邊玩盪球前 對 好 那今天就沒有什麼特別感想 對 就這集十萬個 應該 不太可能 好 那就這樣子吧 我是鮑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